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厦门大学傅晓凡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国宝迷宗》第三部第二十四集 《临伟燕目放图》之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述的主题是 《临伟燕目放图》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着 一幅古代绘画艺术作品 这幅作品的名字叫《临伟燕目放图》 此图卷本浅着色 纵46.2厘米 横429.8厘米 图中表现马夫 目放玉马的壮观的场景 在四米多长的画卷上 共有1286匹骏马 还有143个各色人物 栩栩如生气势辉煌啊 充分展现了群马城市的壮观场景 以及绘画艺术家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不过此画并非原作 它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绘画艺术展示 李公林对唐代画家 伟燕目放图的临摹本 众所周知 艺术原作的价值要高于临摹本 可是目前画界 不提伟燕的这个目放图原作 只提李公林的林伟燕目放图 这是为什么 伟燕的原作哪儿去了 李公林为什么临摹它 李公林的林伟燕目放图 问世之后又经历了哪些磨难呢 为了说清楚这些问题 我们还是从伟燕说起 伟燕呢 是唐朝经兆 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 他常年住在益州 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 官居少监 所谓少监呢 就是监的副职 唐朝社监的部门并不多 大致有五个部门 他们是殿中省 秘书省 四天台降座监和少府监 在这些部门里 这监呢 是众三品 少监呢 是众四品 虽然职位并不算太高 但是呢 这地位很重要 因为这些叫监的部门 往往是这个经营和管理 与皇帝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 都是皇帝的亲信担任的 所以伟燕在唐代的时候 这个社会地位是不低的 可是这个出身 名门望族的伟燕 史料中却没有留下 他的生族碾月 不知道什么时候生 什么时候死 所以就不知道伟燕 究竟生活在唐朝哪个阶段 那只好用这个 和伟燕交往的著名人物 且有明确生族年的这个资料呢 来去考证伟燕 到底生活在唐代的什么时期 大家都知道有个大诗人叫杜甫 杜甫曾经有一首诗中 是这样说的 伟猴别我有所事之我连均化无底 伟燕离开成都临行之前 找杜甫告别 而杜甫呢 有写诗送行 说明这两个人的关系很密切 杜甫这首诗写于天保年间 天保年间的时候 杜甫是三十岁到四十五岁 那么伟燕究竟多大呢 杜甫在天保年间的另一首诗提供了线索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天下几人画古松 碧红遗老伟燕上 意思是天下没有谁画古松 画得这么好 可惜呀 碧红老了 伟燕还年轻 那就说明这个伟燕呢 应该比杜甫年龄小 那么这首诗作于天保年间 杜甫应该在四十岁以上了 那么比杜甫年轻的伟燕呢 应该在三十岁左右 这样的年龄差距依然是同时代人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 伟燕生活在中唐时期 他是中唐时期的艺术家 中唐时期什么特点 中唐时期延续着大唐王朝的风气 这种风气就是上午 阳刚之气 大唐的这种气度 表现在绘画艺术领域呢 就是喜欢画马 观众呢也喜欢欣赏 以马为主题的绘画艺术作品 正是在这样的风气引领之下 这个伟燕呢 虽然他擅长很多画种 他喜欢画松树 画人物 画台线 但是依然最擅长的是画马 那么社会风气的影响 总是通过家庭 所以伟燕呢 他学画马是受他父亲影响 所以画马是伟师的家传 先是跟着父亲学画马 后来渐渐地就超越了父亲 再后来可以与他同时代的 这个艺术弹师曹霸和汉干起名了 这说题曹霸呀 这可是唐代著名的绘画艺术弹师啊 他特别擅长画马和人物 据史料记载 玉马级功臣官至左五位将军 意思是他经常会接到朝廷的命令 让他画马和功臣 画到最后呢 画成个左五位将军啊 说明这个曹霸呀 的确这个画马画的水平非常高 很可惜呀 曹霸的原作都没有流传下来 我们无缘看到曹霸精彩的作品 我们只能通过杜甫 对曹霸这个画马的这个作品的描述 来间接地体会曹霸的水平 杜甫是这样描述的 思绪九冲真龙初 一喜万古返马空 意思是这曹霸呀 只一块功夫 就能画出一匹马来 这马呀 就像真龙从九天而降 人家这返马都不降了 如此高水平的曹霸 有个学生叫寒干 这寒干呢 这个出身就比较贫寒了 社会地位比较低 曾经在酒馆打工 后来被著名诗人王维发现了 王维发现了他的天赋 觉得打工太可惜了 就出钱资助他学会画 他开始就跟着曹霸学画马 花了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学成了 离开师父自己独立去探索了 九二九支呢 画出名气了 朝廷就聘他为这个御用画师 寒干的代表作叫木马图 在这个木马图上呢 有一黑一白两匹马 一个御守同时驾驭着两匹骏马 无论是骂还是人的形象都极为生动 后来呢 这个寒干呢 官居太府四城 无论是草坝 还是寒干 还是这个伟业 都因为画马画得好 成为朝廷的大臣 这的确能够说明当时的社会风气 正是在这样的风气引领之下 经过多少年的积累 传承终于形成了中国古代绘画 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种 叫鞍马画 在中国古代 无论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 还是畏土开疆中 马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于是着墨于鞍马 也变成了古往近来 许多话谈大家的心头之号 那么骏马与中华民族 在历史的变迁中 有着怎样的渊源 维言的目放图 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其实这好马 喜欢马 并不是大唐王朝独具的风气 它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 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因此才会有 安马画这样独具中国特色的 寓数种类 可是人们一直认为 只有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 才喜欢马爱马 其实中国人喜欢马爱马 也是世界上少有的 比如周易说过 转将钱挂解释为两马 周易钱挂 像转将钱解释为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其具体形象就是一匹奔跑在草原上的骏马 以象征大自然生生不息和君子 这个奋斗不止的精神 再比如吕世春 就是这样记载的 马之美者青龙之匹 一风之称 什么意思呢 这些古人呢 把超过七尺长的马称为龙 夜行千里的马称作一风 中国古人把马和龙连在一起 说明中国古人将马视为神物 就是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 马不是一般的动物 无论神秘的象征和形象的描述 以及对马的喜爱 都源自于马自身具备的实用功能 在我们中国古代 我们是农耕文明 马是不可缺少的 无论是运输 耕地 还是战争 尤其是战争 马是战争中重要的军事装备 有的时候会决定战争胜负的 正所谓 马者兵之本 国之大用 比如春秋时期 最早使用骑兵的 就是秦国 所以秦国在西方迅速崛起 那么到了战国时期 秦国要一统天下 需要大量骑兵作战 所以秦国人把羊马作为立国之本 最终一统天下 在秦国一统天下的过程中 秦军的战马起到了重要作用 秦始皇的陵墓中 那个马勇就是最好的证据 那么大唐王朝的建立呢 也离不开战马的功了 比如隋大业十三年的四月 这个薛举薛仁稿父子 在金城郡 就是现在的甘肃兰州 起兵了 几个月之后呢 薛举称帝 立他的儿子薛仁稿为太子 国号秦 组织其人马 向东进宫 将趁李渊父子立足为稳 拿下长安 李渊命李世民带着人马 与敌军对峙 双方对峙 相持不下 李世民呢 坚守不战 跟你好 两个月之后 秦军粮草不计了 军心混乱了 这个时候李世民 派着一支精锐部队 吸引敌兵主力 自己亲率一支骑兵 直奔敌人的后部 这下敌军崩溃了 兵败如山倒 就向这个金城郡逃往 李世民带着两千人的骑兵部队 拼命地追友 人不立马马不谢安的一天一夜 跑出两百多里 终于把这薛人稿的这个 溃逃的部队给拦住了 薛人稿只好带残部投降了 如果没有这两马 这场战争不可能胜利 正是因为战马在大唐王朝 建立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所以这李世民就在赵灵 就是他自个儿的坟 那个北边 祭坛 两侧有个武殿 分别雕刻了六匹骏马雕像 人称赵灵六骏 他们分别是 特勒标 石发赤 全毛瓜 撒路子 白提乌 以及青椎 这些骏马表明 李世民的骑兵部队的这个马匹 大部分来自于西域各游牧民族 优良的马种 战马立下了这么多功劳 所以整个大唐王朝 上流社会 贵族们都非常喜欢战马 即便是在大唐王朝的盛世 鼎盛时期 国内和平 边境安详 这帮的贵族们依然喜欢 游猎 其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才会逐渐地形成了 我们中国古代绘画的一个 独具特色的品种 安马化 唐代的安马化 表达了唐人的审美情怀 尚无精神和政治抱负 所以伟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画了他的木放图 木放图就是放马图 而且伟燕的这个木放图 他画的马 在整个安马化的发展进程中 起着一些关键性的作用 究竟是什么作用呢 这要说说伟燕画马的技法了 他画马使用的是点触法 所谓点触法就是笔在纸上跳跃 用点画出群马来 这就跟以往的安马化不同了 我们前面说草霸呀 还是狠岸呀 他们画马一般都是一匹两匹 你说一两匹骏马跟一群骏马 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无论你的马匹再好 品种再优良 只有一匹两匹 那充其量是贵族手中的玩物 用现在的话说叫宠物 骏马成群 品种优良 殷群成事 这才能反映出大唐的那种军事实力 和大唐盛世的气概 在维燕点触法的绝技之下 骏马的矫健身姿 与盛唐的辉弘大气 一并跃然至上一览无遗 然而我们却不禁要问 如此精妙的传世之作 为何如今只见李公林所临摹的 林维燕目放途 不见维燕真迹呢 而作为替代品的林维燕目放途 为何却又价值连城呢 维燕的目放途就是这样的一幅能够充分展示 大唐王朝盛世和那种军事实力的一幅作品 可惜的是 维燕的目放途真迹是见不到的 怎么回事呢 不知怎么的通过什么途径 维燕目放途的真迹呢 谎称 谎称我这画啊 被美军轰炸机给毁了 没了 所以从此 维燕的目放途就藏匿于民间 即使他依然还在 我们也看不见了 不形容的万幸是 北宋时期 有一位画家叫李公林 临摸了维燕的目放途 那么名字就叫 临维燕目放途 保存完好 流转有序 真是弥足珍贵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只提 李公林的临维燕目放途 而不提维燕的目放途的原因了 可是那李公林呢 他临维燕目放途 并不是为了学习 也不是为了创作 而是呢 一位皇帝下达的尺令 让他限期完成的任务 那么究竟是哪位皇帝 下达这样的尺令 让李公林去临摸维燕的目放途呢 目前人们都说啊 是宋朝的徽宗皇帝 流转徽宗皇帝啊 特别喜欢维画书法 而且喜欢收藏历代的书法 绘画的名作 那么有一回啊 有一位大臣 进攻了这个 维燕的目放途 回头皇帝打开一看 非常喜欢 爱不释手啊 没事总是拿出来欣赏 见人就说 这幅图啊 那叫绝品啊 举世无双啊 为了更好的保护这幅画 所以这徽宗皇帝就下达尺令 命令那个李公林 限期完成一幅 对维燕目放途的临摸本 那么 灰宗皇帝为什么要给李公林下达这样的尺令呢 这就得说说李公林这个人了 李公林是安徽书成人 也有人说是安徽同城人 李公林的父亲叫李虚一 北宋时期著名的书画收藏家 哎呦 收藏颇丰啊 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氛围 从小就培养了李公林良好的审美品味 鉴赏力和绘画技能 可是李公林呢 学习绘画的时候 他苦于没有好马离摸呀 因为他太喜欢画马了 到处找都不满意 有一天偶然的机会 他路过了皇帝的御马球 哎呦 发现这里有几百匹骏马 太漂亮了 从此啊 就总是找借口 到御马球啊 观察马的喜性 生活 给马写生 这时间长了 这马官不干了 有一天这马官 终于忍无可忍地对李公林说 李大人啊 我求你别再来画我们的马了 李公林心想 是不是我画马看马耽误他工作了 于是就表示道歉 可是这马官却说 您这马画得太像了 我就担心您把我们这马的精气神 给画走了 这我就不好交代了 哦 原来是这个原因呢 那么以上这马官的说法 虽然可能会夸张不真实 但却反映出 李公林画马画得的确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传神 请李公林画马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连他的好朋友苏东坡呀 都写诗 夸赞他画马 说龙眠胸中有千四 不为画肉兼画骨 这龙眠呢 是这个李公林的号 就夸他马画的号 肥瘦相依 骨肉相乘 这李公林画马的名声啊 就传到了辉宗的耳朵里 因此徽宗皇帝就给李公林下达旨令 限期让他完成一幅 对伟宴的目放图的临摹本 李公林秉称皇帝旨意 捧着伟宴的目放图回到家 他就开始琢磨了 本身又不是我想画的 那我要是完全按照这个原本画 那会很呆板 影响我的这个名声的 怎么才能临摹的时候 既不离开原作又超越原作 同时又让皇帝满意呢 这个临摹是难度很大的 经过一番思考之后 李公林下决心 我要用我的拿手绝活 创造性的临摹伟宴的目放图 那么李公林的拿手绝活是什么呢 白描 这是中国古代绘画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法 很独特 尤其是比较适合表现人物 走兽和花卉 李公林用他的白描的绝活 临摹这伟严的目放图 生动地描绘了一千多匹骏马 每匹骏马就两寸长 一千多匹 没有一个雷同的 行身兼备栩栩如生 还有画面上143个马夫 有的骑马 有的走路 也是神态割异 行身兼备 这是从技法上看 那么从整个画面上看呢 这整个画面分三个部分 整体画面是鬼烟的原创 但是通过白描手法 使整个画面更加生动形象了 画面前段 这个骏马奔腾啊 把观众影像向前的方向 然后呢 一百多个这个马夫啊 骑着马达走路的 非常肃穆庄圆 那么画面的中段呢 一千多匹骏马啊 姿态各异 有的奔跑 有的低头吃草 这些形象 生动地在下了 马的这种生活状态 画面的后段 由于马奔跑了一段时间 欢道了一段时间 略显疲惫了 有些马开始 一握着斜坡休息 这个画面呢 也出现了变化 从节奏上看 开始雄尽有力 渐渐变得舒缓 从构图上看 开始紧张紧凑 后来呢 渐渐疏了 足见画家的功力之深厚啊 那么李公林 完成了林尾焉幕放图之后呢 在画卷的右上角 用转书留下了他的落款 陈李公林奉此 摩尾焉幕放图 这个落款 就给我们后人 留下了个谜团 什么谜团呢 就就是哪位皇帝 给他下达的旨令 以李公林本人而言 他不可能在落款中 直呼其名 那么后人凭什么说 是送徽宗呢 人们的依据就是 徽宗皇帝喜好绘画艺术 他曾经把宋以前的 历代的著名的绘画艺术作品 都制作了临摹本 以更好的保存古代艺术作品 也就是说宋代 对古代绘画艺术作品的临摹 是一种保护古代真品的方式 可是有学者却认为 给李公林下达旨令的 这个皇帝绝不可能是送徽宗 为什么呢 他有以下几个理由 理由一 李公林晚年不换马 徽宗皇帝继位是1100年 这一年 李公林虽然只有51岁 但是李公林六年之后去世了 所以徽宗皇帝不可能一继位 就下达旨令 那么他继位了几年之后 李公林就已经进入晚年了 李公林晚年不换马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生太喜欢换马了 换了无数匹马 他的朋友就劝他 你再别换马了 你再换马 你将来会转世为马 哎呦 这下吓住了 不换了 柳二呢 李公林身体状况 完成不了这个齿令 虽然上面这个说法是传说 未必真实 但是李公林晚年的确身体状况不佳 这又是事实 你说这整幅画面上 出现了1000多匹马 100多个人物 各个都不雷同 各个栩栩如生 各个行神兼备 还要限期完成啊 四米多长的画面 几乎病入高黄的李公林 如何完成得了呢 理由三 宋徽宗 虚无大致 必须承认 辉宗皇帝 是个艺术家 可以说叫 书幻双卷 但作为皇帝 他可不是个好皇帝 这个皇帝 虚无大致 而且呢 无所作为 生活奢侈 重任奸命 他不是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这类 有雄才大略的皇帝 像这样的皇帝 不太可能喜欢 群马城市的这种 木方图 我估计他更喜欢的是 秀丽的山水画啊 还有什么花鸟啊 侍女啊 这是他的品位 综合以上三个理由 这位学者就得出结论 给李公林下达 持令的皇帝 不可能是徽宗皇帝 只能是神宗皇帝 为什么 因为神宗皇帝啊 他登基以后 一心追求的就是 大宋众星 他要走富国强兵之路 所以登基之后不久 马上启用王安石 推行新法 在王安石新法中 有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叫保马法 什么叫保马法呢 就是政府出资 购买马皮 交给民户饲养 或者把资金交给他 让他去买马皮饲养 养成之后 交给政府 那么 大宋时期 为什么动员民间力量 饲养马皮呢 因为这个 宋建立之后 一直没有从辽国手中 收回燕云十六州 同时呢 西北部又 崛起了一个下 这北边游牧民族 总是咄咄逼人 那么你要想收复失地 想要抵御北边 这个游牧民族的南下 必须有一支 强大的骑兵部队 那就必须有 大量的这个 羊马的基地 可是历陶历代 羊马基地被西夏占了 所以只能到民间 动员百姓 家家户户 饲养战马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有一天 神宗皇帝 看到了伟燕的牧放图 他的激动心情 就合向而至了 太对他的胃口了 太喜欢了 于是下达旨令 命令李公林 限期之内 给我领一幅 伟燕的牧放图 所以 最后得出结论 给李公林下达旨令 让他完成这幅 林伟燕木放图的皇帝 只能是宋神宗 由于木放图原作的消失 和林伟燕木放图 背后的创作故事 李公林的临摹之作 已经是价值连城 但聚焦画作本身 李公林的艺术创作手法 也被这幅木放图 赋予了新的意义与内涵 从而超越原作 备受后人推崇 那么这幅复制品 究竟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 从艺术的角度上 我们又该对 林伟燕木放图 着眼于何处呢 请继续收看 国宝迷宗第三部 第二十四集 林伟燕木放图之谜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 这林伟本不如原作 可是李公林的林伟本 超过了原作 是对原作的一种 超越性的 创造性的林伟 同时呢 又使整个宋代的安马画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标志性的变化 那么发生哪些变化呢 第一 从关注马 到关注艺术表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过去画 画一匹两匹骏马 形象很逼真 但是往往带着贵族气质 皇室都贵族气质 人们观赏这个 绘画作品的时候 关注点在马匹上 可是李公林就改变了 这种风气 你看李公林的作品 关注点不是马匹 而是艺术表现 关注艺术家如何表现马 第二呢 线条的运用 李公林对木线的运用 把线条的这个表现力 达到了极致 使得观赏者开始关注 绘画手段本身的价值 更能够深刻地体会 什么叫艺术表现 第三 表达作者的性情 李公林曾经这样说 五维画如骚人附诗 因永情性而已 意思是我画马 就像诗人写诗一样 是表达我的精神和情怀 表达我的情感和个性 所以我们看马 可以体会作者的心情 人格和个性 这正是中国古代 绘画艺术的本质特征 也代表了最高水平 所以李公林的 林伟严目仿图问世之后 一直被视为真品收藏追捧 尤其是那些 有雄才大略的帝王 比如 明洪武三年 有一天 有一位大臣 名叫叶生 捧着一幅画 见朱院长 这画在岸上打开之后 朱院长看到之后 真是激动万分 有情不自禁的也挥笔 当然没画马 在这个画的卷尾 写了一篇提拔 提拔的内容是 振起不一 十有九年 方金统一天下 当群雄鼎沸中原 命大将军率朱将军 东荡西楚 其间跨和月山 飞擒贼侯 催奸敌破雄镇 每次历代创业之君 未尝不赖马之功 然虽有良机 无智能之将 又何用也 今天下定 其不居安律威 此得多马 目于野骄 有异于后世子孙 时有方便欲患 朱院长这提拔 不但字不好看 也没什么文采 而且有些语句不通 甚至还有错别字 但是朱院长这提拔 他却深刻地领会到了 李公林林伟燕 目访图所表达的主题和内涵 可是这段提拔 却遭到了后人的嘲笑 人们会问谁啊 居然敢嘲笑 大明朝开国之君 这个人不是别人 他是乾隆皇帝 这乾隆皇帝啊 也喜欢古代字画 也喜欢收藏 也喜欢观赏 有一天 乾隆皇帝连来无事 夺步来到专门收藏 这个古代字画的地方 恰巧碰到一位工匠 正在装表一幅古画 皇帝一看 哦 林伟燕目放图 哎呦 看完之后 非常喜欢 更让乾隆皇帝感兴趣的是 朱院长的提拔 他也凑热闹 在画的末尾和 朱院长提拔的中间 一个缝隙中 也提了几个字 项羽卷中见 明高地莫记 阴阴气洒洒 并露好处 皇赌其仪表 听得怎么不像夸人家 表面上看好像是赞美 实际上是暗含讥讽啊 为什么 因为朱院长 以相貌丑陋著名 他却说 见字如见人 啥意思啊 意思就是 朱院长啊 你那字跟你那人啊 一样丑 清朝灭亡之后 在废地溥仪啊 住在宫中 就把大量的古代字画和收藏品 到处皇宫 其中就包括这幅 林伟燕木放图 后来溥仪啊 到维满洲国当皇帝 又把这些画呢 带到了长春 收藏在这个 伟皇宫的小白楼内 日本人投降前夕 溥仪逃出长春 就带了一百多幅古代字画 其中就包括 林伟燕木放图 结果被东北民主联军截获 交给了东北博物馆 现在呢 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这李公林的这个真迹啊 基本上都不在了 林伟燕木放图 其艺术价值 当然是不言自语的 好了 李公林的林伟燕木放图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